10月 娱乐圈再爆大瓜 精英女神赵丽颖与顶流小生王一博的恋情曝光 自从合作过有匪之后 两人之间就不断有匪文传出 只是一直未有实锤信息 直到最近网上爆出赵丽颖去看张杰演唱会的照片 同行的有一个疑似戴假发的男子 站在赵丽颖身边 而经过网友们的深挖 发现这名假发男子的身材与形象 竟然与王一博有几分神似 再根据之前的种种细节来看 娱乐圈好像很快就会有一桩大喜事了 假发风波 七夕变七多 2020年年底 王一博跟赵丽颖领先主演的《有匪》播出 两人在剧中的CP让一众网友直呼好甜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之间就不断有绯闻传出 各种类似实锤的信息层出不穷 可是他们本人却未给出回应 直到最近的张杰举办演唱会 他们之间的关系再次被人提了出来 有网友爆料 在现场看到赵丽颖跟一个戴假发的男生 一同观看演唱会 张杰跟赵丽颖是好友 所以光明正大的观看演出 在散场的时候 两人还进行了合照 然而赵丽颖旁边的人却让人起了疑心 只是看一个演唱会 为何要将自己包裹得这么严实 难道是怕被人看出来吗 经过网友们发现 赵丽颖身边的人虽然是长发 可是体型以及动作 完全不像是一个女生该有的 而且有人在网上还找到了 跟照片中一模一样的假发帽子 这就让网友们猜测 是不是赵丽颖的男友不想露面才遮遮掩掩 而有人将此人身形与娱乐圈男性做对比 发现跟赵丽颖的绯闻男友王一博有着几分审思 也正是如此 两人的关系貌似又增添了一丝实锤信息 当然也有人称不一定是男子 可能只是那个女生体型比较大而已 但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从网友拍摄的后面可以看出 那么戴帽子的人后边的头发十分的不自然 完全不像是自己生长的头发 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 就算有人想反驳 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究其原因也是因为 之前两人的绯闻信息传的有点多 在今年七夕的时候 有网友发现赵丽颖在18点20的时候 在个人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 这条视频与两人的绯闻无关 主要是这个发布时间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有人将其进行谐音翻译 发现竟然跟一博爱你的发音非常像 如果这是在平时 网友们理所当然认为是巧合 毕竟这是别人的权利 可是那天是七夕节 就算想不让人怀疑都很难 只是这种谐音梗大家认同的非常少 但直到她在另外的个人账号 发布的视频文案爆出 直接为这个说法增添了几分可信度 赵丽颖发布的混检视频配的文案是 是过七夕还是七多 多了一个夕字 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思 难道赵丽颖是在说 自己今年两个过七夕吗 而在视频中出现了两次拿杯子的手 有人经过精心的对比 发现这两只手竟然不一样 一个是女生的手 毋庸置疑是赵丽颖的 而另一个则是像男生的手 这样的发现也让网友激动得全网 找类似手型的男明星 最终有人发现跟王一博同样对得上 而除了这些网传的消息 有一些报纸媒体竟然也在吃瓜 声称发现赵丽颖的露骨秘情 报纸爆料绯闻恋情 不知内地的网友在好奇赵丽颖 到底有没有跟王一博恋爱 就连港瑜那边同样在吃瓜 甚至这件事还登上了报纸 两人在拍摄有匪时 关系十分亲密 而在拍摄完毕之后 他们两人貌似带了相同的小骨头挂坠 两个人能买到相同类型的挂坠 这种说是巧合又有几人能够相信 赵丽颖是因为曾演过花千古 在这个挂坠很正常 可是王一博又是为什么呢 而且两人在拍摄的时候 他们的举止动作十分亲密 就算是不是拍摄 他们依然像是一对情侣 有人透露花絮 赵丽颖在吃肉吐骨头的时候 王一博温柔地用手去接住了 这种行为很显然不是朋友之间该有的举动 就算是关系再好 也不至于用手去接骨头吧 而且还曾有人爆出两人共喝一碗糊辣汤 让网友狠狠地磕了一把CP 只是这虽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动静 只是经过时间的推移 加上两人并没有打算回应此事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而今年8月份 王一博主演的热烈上映 有人透露说赵丽颖也去观看了 并且还跟其中的主演卡斯伯有过交谈 当时就有网友称 赵丽颖在观看完之后 觉得卡斯伯演得很帅 但是却不敢发微博鼓励他 就是担心被王一博发现 然后让对方生气 只是尽管猜测有很多 可是只要两人没有给出回应 那么猜测就只能是猜测而不能当真 毕竟也没有两人真正在一起的照片 就算是想实锤 所以这些证据的可信度就有些存疑了 而在网友们看来 他们之间最大的隔阂 还是两人相差十岁的问题 以及赵丽颖跟前夫冯绍峰有了一个孩子 有网友表示 这可能是他们之间难以逾越的大山 只不过这些消息虽然只是猜测 背后的真相我们无从得知 但根据两人生活的蛛丝马迹来看 他们并非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毕竟两人在娱乐圈都是被称为金童玉女的存在 或许真的因戏生情也说不定 两人的颜值也很高 就算在一起 相信大多数网友并不会介意 只是王一博虽然未对此事回应 但是他私下的粉丝 却是澄清两人之间的关系 义正言辞地说 他们之间有关系的全是谣言 而赵丽颖的评论区几乎沦陷 有许多讨骂声 要求两人尽快撇清关系 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理智的 没有失去理智怒喷 在这之后 有圈内人员透露 两人并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因为绯闻的缘故 他们之间的微信好像都已经删掉了 并且王一博一直处于单身状态 并不像网传的那样 已经跟赵丽颖在一起了 并且他还表示 王一博没有任何异装的习惯 他的理想型也是承销 但这些看上去很像真的 可实际上也跟传闻一样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能够支撑这一观点 就单说两人微信已经删除了 王一博跟赵丽颖会将此事宣传出去吗 所以网友对于这一说法也是处于怀疑的状态 当然大多数粉丝都是比较理智的 就算自己的偶像恋爱了 只要恋爱的对方没有什么黑料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献上祝福 而且两人在演有匪的时候 就让他们多了许多的CP粉 如果真的在一起了 相信这些人会真的很开心吧 只是感情上的事情 谁也无法强求 两人是否能在一起有很多因素 性格上的磨合 以及两人的生活习惯 但凡其中一点不符合对方的要求 两人到最后都无法走到一起 如果两人能够发声 辟谣一下也是最好 不管有没有在一起 网友都会献上自己的祝福 不管是赵丽颖还是王一博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流量 也正因为如此 他们之间的绯闻 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而之所以这么多人在意 内心或许也是希望 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吧 不管怎样 就算两人真的当不成恋人 也别因为舆论连朋友都做不成 他们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才是粉丝真正想看到的局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